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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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过浓塘 藤满菌花香 城上的丹茶 斑驳的转强 我追随阳光 却背对天头 孤独想挂手 被心中 悄悄而遇 醉而易的真相 风吹呀吹呀吹起淡泊的异香 爱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 不见心过不放你就是我 爱夜里的太阳 青春像 孩子们捉迷藏 迷失 你当我留在县城 牵着我的手 牵着你的手 带我走 趁着无常被灯销 随悲伤 再随你流而上 淹没了时光 我们也不过实在 嘴儿街 潇湿水过头 小说着梦 太荒唐 随悲伤 在此你流而上 淹没了时光 我们也不过是在 消失水过头 为何也为一只牛 感情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 在乎了就是在乎了 紧张了就是紧张了 谁让最心痛心的那个人 先输一字呢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喜欢的人 等让他喜欢自己 我们那么在乎输赢 也许是因为爱情 你居然在这儿少了 怎么样 这儿不错吧 对老板砍研特别有格调 我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一点都没有占染到 这种高雅的气势 还没给我喝你就拆桥啊 等等 进去先有件事 我给你交代一下 砍研是个处女做魔头 做事尽兴业业 追求极致完美 他反正是个怪人 他不喜欢那种有手好闲 六区拍马 装枪做事 他喜欢他的喜好飘忽不定 没关系 有我在 你放心工作就好了 你也放心好了 六区拍马 装枪做事 我都没有 走吧 后厨 是一个餐厅的生命 是比装点门面的服务员 更重要的部分 前面的工作做得不好 影响的是门面 而后厨的管理不到尾 则是破坏了整个餐厅的口碑 所以我奉劝各位一句 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立刻走人 没有厉害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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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研果然是个厉害的领导 他也来了 好 快快快 早上 砍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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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研 是这样 上周呢我们的业额 又增长了百分之八了 这是账目请您公布 还有 这是我们新阳发的菜色 请过去 好 现在餐厅子多 快点 稍等 那个莉莉 玉莉 来来来 快快快 快点快点 赶紧的把水拿走 放到冰柜里 保持八十度 客人来了之后再去除 我们必须要保证这宽件水 最佳口感跟皮质 知道吗 去 去去去去 这种餐厅的品质 银额下降是迟早的事情 好 开业 早 这是我电话 你给你说的易遥 你好 你们回去吧 我这里不需要他 开业 昨晚我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上班说得好好的嘛 他来打工 我来当免费苦力 买一增一多划算啊 怎么一早早晨 你就变卦了呢 我说的只是看看 现在看完了 觉得不合适 我哪里不合适了 我十度次开始 每个假期打三分工 刻意时间 还帮我妈销售啤酒 别人做的我可以做 别人不可以做的 我也可以做 眼神里透着倔强 性格多多逼人 你这样怎么服务大家 生活的磨练 常常教育我们 要距离地争 不虚不挠 然而 有些环境 却不允许这样 有些人 也根本不愿意 给第二次机会 遇到这样苛刻的 不行的人 该怎么完美处理 你 看颜 看姑姑 看姥姥 也要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是应力特别强 你就让她试一下嘛 谁说不能抽颜了 你们这又没有经验的标志 我们门外都有挂的 门外挂了 这又没挂 干什么 跟我有关系吗 那是你们的问题 好吗 小姐 我们这里 全餐厅内都是不能抽烟的 小姐 这没有人 好吗 他们都同意 我抽完我就得了呗 别说了啊 服务员 你们餐厅怎么回事啊 哪来这么大的味 对不起 花这么多钱到你们这儿吃饭 没想到 一股廉价的香烟味 你们挑选顾客的时候 就不能筛选一下素质吗 说谁没素质啊 怎么了 这么高级的餐厅 这么廉价的烟味 总有这个老鼠屎在做怪 老鼠屎 你个小姑娘知道什么呀 这什么来不起的地方吗 高级的餐厅 你是不是觉得东西贵就是高级啊 女士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你看 这个啤酒 我见到没见过 什么破牌子 还卖个天价 什么烂七八糟的 饭没那么难吃 什么破地方 这酒啊你可能不知道啊 陈自淡卖的 这个你都不知道 还说什么呀 你就当我 不知好了 你们这儿我再也不会来了 买单 小姐买单请到门口 不在你这儿买 行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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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果然不是当服务员的料 我只是去餐厅 打扫一下老鼠屎 如果做错了很抱歉 一定说不是了 明天早上九点来上班吧 到什么前啊 我这里刚好缺少一个 驱赶劣志客人的人 你又刚好懂点常识 记着 我这里迟到一分钟 就相当于自动辞职 谢谢侃爷 侃爷走好 侃爷再见 刘师傅 刘师傅 晴明啊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世界肾外科首屈一指的专家 骆寻医生 近期回国参加学术研讨 说不定会留在国内成为外品专家 明天他在新天地有个医学界的聚餐 你可以过去找找他 真的呀 那就太好了 只不过呀 作为海归 他的行事作风都比较稀释 对中国那套人情事故有些排斥 我三番两次约他都不成功 能不能请到他来动手术 就看你的运气了 我知道了 谢谢刘师傅啊 我改天一定会上门道谢的 好 好 到了 到了 谢谢你 你慢点 慢一点 拜拜 拜拜 好 哪 真 老都是 您的手术方法非常弱 如果您有时间我想请您 到我们医学院来给他们坐一下脚座 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 洛寻教授在什么地方 洛教授啊 那边那位就是 好 那个就是 是是是 谢谢 谢谢啊 好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好好好 你那卡掉了 洛医生 年轻人 谢谢你 洛寻医生 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洛医生 我不是洛医生啊 您不是洛医生 你真错人了 年轻人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不 strange 我要你東西吃 你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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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一会儿赏 服务员 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什么时候到我了 不好意思啊 我催一下后厨 好 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餐厅管理很严格 上班不让你接电话 那我给你拿激光笔的时候 你怎么也没有反应 每天上班 洗完澡后累撑口了 哪有时间再别的呀 好了好了 我工作先去忙啊 你别忘了今天下午 我去医院配型的事情 我要陪你去 你别忘了 知道了 我请了下午的假 快快 你看哪儿舒服 你再来坐 你去忙了 这是您要的菜单 先生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帮我拿一个 请帮我换个服务员好不好 不好意思 先生 我们这里是餐厅 只能点单 不能点服务员 服务员的质量严重地影响我的食欲 你别跟我说 这是你们店的特色 先生 您正好说对了 我们餐厅最大的特色 就是因人而异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提供不同的服务 所以先生 您想好点什么了吗 所以说 不更应该给我换一个服务员吗 不好意思 先生 我们这里是餐厅 只能点单 不能点服务员 所以请问先生 您想好点什么了吗 咱俩的对话 好像陷入了死循环吧 没错 先生 所以啊 先生 您想好点什么了吗 这个以米其林号称的餐厅上的菜 没有一样能看得上 能不能帮我来点新鲜的 没问题 全部空运 保证新鲜 好 那你就帮我来一个 现摘的松茸鸡肉浓汤 还有现捞的龙虾意面 快点上 晚一点我都会投诉你 好嘞 您稍等啊 你好 好 请慢用 谢谢 谢谢 这就是你说的松茸鸡肉浓汤吗 你这是欺骗顾客 先生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您不是要求现摘吗 您不是要求现摘吗 来 您看 我们餐厅的同事正在意大利农村 为您现摘呢 根据您的要求快点上 我们只能给您现上红汤了 请您慢慢品尝 味道应该是不错的 看你的 这就是您说的龙虾意面吗 龙虾在哪里啊 现捞的吗 那倒不是 这个龙鳞鱼和虾人的组合 难道不能说是龙虾吗 你老板真是好 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员工 连食材都省了 谢谢先生的夸奖 只可惜啊 这里的环境不怎么样 这么冷的天 我怎么还能听得到 蚊子 嗡嗡叫的声音 把你老板叫过来 我想跟他谈谈 好 您稍等啊 来 来 来 进去 这种小事 就不用麻烦我们老板出马了 我这就帮您解决一下这个 环境问题啊 今天的单细胞生物 总算是长脑子了 为双重人格服务 我必须得尽心尽脑 这种小事 刚好 我的血也脏了 你是否可以帮我擦一下 易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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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想被人骚扰的话 我可以当免费的打手 兼人肉瓶碧衣 走 我送你回家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请没有点事情 你先回去吧 我会上班迟到了 那我明天来接你上班啊 一遥 这儿呢 好 进来吧 嗯 我想跟你咨询一下 就是如果胜涓者 上手术台的话 会不会有很大的危险 具体情况呢 要上了手术台再说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 都不一样 况且还是个大手术 那么这段时间 一定要注意多休息 好 那我知道了 谢谢啊 好好好 走吧 怎么样 还要去检查别的吗 嗯 那我陪你去吧 你要什么呢 蓝蓝 这是 我不认识的 你服 kosket的 他是一 casos 你看 Harry 你看他 你 会 你想吻 你 好好好 唉 我话还没说完 你都出去了 我想吃点甜的 我现在就想吃甜食这个习惯 都是一点没有概念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听说 听说你病了 来看看 看来 在老同事院里 也是大线纹了 都穿到你耳朵里去了 本来也没想知道 但既然知道了 早就来了 你这么恨我 要把我这个病 当成报应吗 你心里会舒服点吗 你 你生病了 我为什么心里就要舒服啊 难道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么恶毒的人吗 我告诉你 我最好我们一辈子 相安无事 不要联系 不要再见面 可你 可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易瑶 易瑶怎么了 你当初离开的时候多决绝 以后再也没有管过我们 你 你怎么还有脸 还有脸来问易瑶拿个事 他才二十岁啊 你让他将来的日子怎么过 要不再爱着 你这是干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生病需要很多钱 我们母女过日子呢 也不容易 这些钱我我我我已经尽力了 可是你要是想打易瑶的主意 不可能 你十几年都没惦记过他了 我希望你将来 永远也别再惦记他了 就当你没这个女儿 我我我谢谢你 我欠你拿回去 欠你拿回去 我欠他已经太多了 我不能再欠他什么 你拿着 你答应过的是 最好记得我 我无法见过 我无法见过 林华峰 就这样和此处和自己吵 等着自己天天的爱 没什么 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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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的狂想 撕裂星辰暖 你会不会知道 我等待的人 大声祈祷 大声祈祷 大不敢逃 一个人的世界 不怕被谁阻牢 大声的笑 放肆的喧闹 在你离开后 我无法接受别的人 就这样和自己玩和自己吵 等着自己天天变了 没什么大不了 没什么大不了 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家吧 医院这种地方啊 真不适合进场来 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家吧 医院这种地方啊 真不适合进场来 外面快要下雨了 我们赶紧走吧 好 这谁的呀 之前凌花凤来找过我 你怎么能去找医药药肾呢 你明明知道我十几年都没管过他们 还去求他 你让他们怎么想 佳妍 你别生气你身体不好 我也不愿意去找他们的 我到他们家去 又要给人陪布施 又要道歉 又要求情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可你去找他 也实在太糊涂了 可是我们该找的人也找了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如果但凡有一点点的办法 我就不会去找他们 这是你最后的希望了 是 可义瑶她不一样 我欠她太多 我不能再从她那儿打个审 我以后会怎么样 听天有命吧 你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寒假摄影培训班 我是各位的老师 杜杜 小笑子笑出来了 我知道我的名字很搞笑 杜杜 杜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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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对不对 干吗呀 你们来这儿 是为了追求盛世美景的拍摄效果 恭喜诸位找的人了 我十多年的拍摄经验 会告诉大家 什么才是真正的摄影 我的天哪 拍照 怎么会有人这么夸自己 根本就停不下去 这是什么 相机啊 对 相机 很好 大家还是有一丁理论基础的 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 提高自己的摄影技巧呢 通过不断地触摸它 当然不是 我们又不是电影当中的 西部牛仔要不断地练习掏枪 我需要的是一点审美 和观察力 现在 我为大家展示一组 我拍摄的照片 请各位凭自己的直觉告诉我 区别在哪里 他 大家可以打印实 非常好 好 区别在哪儿 模特影响质感 那位同学 麻烦你带这声 没关系 我的课堂可以畅锁预言 自由一点 来 大家给点鼓励 好 光影的问题 很好 不准确 不是光影 而是光 圈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 光圈飞 可是光影的问题更严重啊 多听 少说 不要拘泥于自己浅薄的知识 现在 我请大家拿起手中的相机 自己亲自去拍组照片 然后给我 我来做实际的讲解 好 开始 可以拍窗外拍同学人物都可以 有什么了不起 我真是再也想留意 走 我还以为是谁呢 怎么是你啊 没点想想捣什么乱啊 我 我不是来捣乱的 我来这儿上课不行啊 摄影学校天赋的 你有吗 你真是看不起人啊 有了东西 想完成他的作品 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不期待 它是什么杰作 但我希望 它能给我一点点精细 我 谢谢 老师 他拍的看上去 比你拍的要好哦 毕加索 他终其一生都在模仿 儿童的画作 难道说小孩的作品 比大师还要好吗 有些时候啊 天真 无知 反而是一种美啊 还不错 继续努力 好 请大家继续拍 然后把你们作品拿过来 天哪 我的摩托车爱豆 怎么会是这样 还让人失望啊 通过这趟快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 是什么呢 所谓摄影师和摄影大师之间的察局 其实并不在于拍摄技巧 而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好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不错 不错 有点意思 天哪 为什么是他 太心塞了 您好 我们上一下烛灯 谢谢 请慢用 谢谢 您好 我们上一下烛灯 好 谢谢 谢谢 好 请慢用 李洋 不过说真的 以后换 换我来保护你吧 今天空气特别清新啊 原来是某人没来 呼吸道都顺畅了不少 你的眼睛跟呼吸系统长一起了 真是奇怪 有些污染源 是连同五官一起污染的 闪开 你 你别走 我 一扬 今儿终于个人打扰 我送你回家吧 一扬 救我 有约了 谁呀 快 快 秦平啊 我想了很多办法 才帮你约到了 今天和他见面 你直接去他家吧 我想了 好 你好 孙江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您好 您好 陆医生 你们先聊 我去厨房干活了 请坐 您是喜欢她吗 可是我喜欢你 没有可能吗 谢谢 陆医生 我就是刘叔伯介绍过来的齐名 你这边的情况我已经了解过 我本来也答应要跟病患见一面 可是我手边上有更着急的事 可能要离开医院一阵子 短期之内我不会再进手术室了 你要离开 多久 时间上不好说 毕竟这是私人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不能麻烦洛医生做完手术再走 现在易伯伯的情况是非常地不乐观 在肾移植这方面您又是专家 如果不是你主导的话 成功率可能会降低很多 你要知道 只要是手术都有风险 谁也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 再者呢 治疗的手段在高明 没有适合的肾源 我可能也帮不上 这个我知道 我们也在等 可能明天就会有 但是也有可能会等上一阵子 所以麻烦洛医生 您能不能把时间赶一赶 晚点再走 你很清楚时间这不好说 如果时间没有办法确定的话 我可能要先去完成我自己手边的急事了 实在抱歉 谢谢你那么信任我 但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有三头六臂 我也希望我可以把每个病人都照顾好 但是很遗憾 我的能力有限 秦明 相信我 其他医生也很优秀 他们一定会尽力的 谢谢洛医生 这可能 这可能也是一伯伯的运气吧 我只不过不想看到我最好的朋友 他难过而已 没伤到手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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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拿回去重新给你翻译吧 今天时候也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嗯 看来一样 就爬了 爬不上去 怎么样 怎么样 行不行 厉害不厉害 这地方是挺好玩的 跟你长不少见识呢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我就喜欢来这儿发现一下 发现来这儿以后 所有的不开心 全部都烟消云散 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你说 你迷那个爱豆 身上哪一点那么吸引你啊 帅气 炫酷 有品味 不过我见到他以后 我发现 你们俩有点三观不足 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 现实生活中 总是跟理想生活有差距的 别说是现实和理想了 就是生活中普通的朋友 有的时候你也会有点 觉得不一样 哪有那么不一样的东西 反正 见不到他吧 我就会想他 但一见到他了以后 我就讨厌他了 那你 真的是突然喜欢上他的吗 是的 但也不是 反正我也晕了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呀 我现在真的也不让 确定那件事情 我们还是别想这个了 玩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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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永远 要怎么恨假心来责怪 终于会明白爱情只在刹那 之后都不过是自己的想象 像爱情小说走无处无限循环 就当个作者只剩事外 一次次擦肩说命运的安排 像日程以外忘带散的遗憾 像爱情小说不能写幸福永远 要怎么恨假心来责怪 终于会明白爱情只在刹那 之后都不过是自己的想象 像爱情小说走无处无限循环 就当个作者只剩事外 像爱情小说走不出无限循环 不经意间再透露感慨 不经意间再透露感慨 感谢晚安 感谢 gesehen